来看比较轻松的消息 迈入第17届的宜兰绿色博览会 在今年的3月26号 将在吴老坑风景区隆重登场 而今年的主题是两星 希望在近年来食安危机的风暴当中 从粮食的态度开始告别黑心 照会安心的生活 迈入第17届的宜兰绿色博览会 今年将以良星为主题 希望能在食安危机中 从粮食的态度开始告别黑心 找回安心的生活 那今年宜兰绿色博览会主要的重点 就是主题叫做粮心 粮食的粮 心中的心 那主要基于现在 整个我们的一个粮食安全的问题 那以及极端气候 面对国际的一个粮食的危机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主题 能够带动消费者以及生产者 以及相关的这个商人 他能够互相的去做一些 整个的一个监控 从源头 从流向 从末端 能够来去做一个把持 那我们去希望 这个活动它是希望 主要的议题是希望能够去找回我们的良心 今年绿博共有五大展区 包括迎宾区 小米区 桥头区 生活聚落区以及秘境农场区等等 希望借此呈现宜兰绿色价值和永续的精神 那今年的主题里面总共分为五大区 整个的一个教育 绿色教育 能够去做更多乍根的工作 此外主办单位同时也规划相关影音 料理以及戏剧等多样化的创作活动 要给前来参加绿博的旅客 全新的体验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